来了文征楼却不上台宣讲 这有点不符合你追名逐利的个性吧 神仙打架 殃及池鱼 小人只想升官发财 可不想收牵连 再说了 如今京城有了沈金红这号人物 其他人想要杨明 那可就难了 就怕是杨明不成 反而成了文武双全之辈 你追上来 就想跟本王说这些 小人 是定王殿下的人吗 行了 你不要心口慈黄了 沐浙华 你口中可有半句实话 我 还说是本王的人 你算哪门子本王的人 小人 误会 误会 帝王殿下 若不是本王 打听到此人的下落 怎么会知 你如此攀附本王 只是为了一己私利 我劝你 收起自己的小心思 本王 不会要无意志 为一己私利 就一定有错吗 女子就一定要成婚嫁人 就不能实现心中报复吗 定王殿下 您奏请重开女子恩客 可是您知道 您面前这位女举人 光是走到这文征楼前 就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是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气气 但是小人 为了生存之路 隐隐狗狗 就一定有错吗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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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 你 你 你 谢谢观看